馬英九他對於這個香港這件事情 他自己在香港出生了 而且他關注這個新聞 比臺灣的人關注的久 陳同佳三個字 我說實在這個禮拜以前 我相信臺灣百分之八十人 根本沒聽過 潘小影是誰 你也不知道 去年二月八號 兩個人來臺灣 我很快跟大家講幾件事情 現在我們希望說 我昨天看徐國文部長在講 那香港人明明一個殺人的不辦 那是協有詞理 莫名其妙 他沒有在香港殺人 他沒有在香港發生這個犯罪 你要叫他怎麼去審他 剛剛趙先生已經講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還能預謀犯罪啊 你就用預謀犯罪辦他 他們兩個是來過情人節 二零一八年二月八號來到臺灣 他是不是預謀 是不是在香港就去想 我跟大家講 我跟大家講 我的看法 為什麼這個人要投案 是不是陰謀什麼的 我覺得當然有可能 但是當蘇院長要公開 在國會的殿堂的門口講說 這都是陰謀 我們不要上當的時候 他也有責任跟大家講 所以陳同佳來到臺灣受審之後 將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陰謀是什麼 就是說那一秒鐘 我們接了他以後 讓他鑼鐺入獄 開始接受受審要起訴他之後 我們就會怎麼樣 一中了 我們會被矮化到什麼程度 就是一中了 會發生什麼 不可逆的狀況 也要跟大家講清楚 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香港 這其中一個 香港的這個雜誌 大街小巷 全香港七百萬人 說實在的應該 超過六百人都知道這個事情 因為吵了整整兩年 從去年到現在 一個相識案 拿著粉紅色的行李箱 來到臺灣 住在紫園禮店 二零一八年 二月八號來到臺灣 開心為什麼 趙先生為什麼 二月八號來臺灣幹嘛 他們來過情人節 二月十四號 西洋情人節 兩個小情侶二十歲而已 一個十九一個二十 對 那他們來過情人節 一直到了二月十七 那一天 這是他講的 現在我們士林地人署 也講說我們的掌握證據 沒有這部分 所以不對要評論 可是我給大家看的是 香港媒體怎麼講 他跟香港警方講說 這個女生告訴他 懷了小孩五個星期 可是小孩不是這個男生 陳同家的 一時生氣把他給勒死了 他看到了影片 他看到了說 這個女生 那當然這些細節 我覺得已經過 我們就不要去細舊 所以他憤怒 他殺人 殺人之後 還拿著ATM跟信用卡去弄 他根本不是什麼預謀犯罪 他就回去了 人就丟在主委 而且到三月十號才 因為野狗去啃食 你說的爸媽有多難過 他的爸媽潘小燕的爸媽來臺灣 他爸爸來臺灣 他三度希望勢力定住 趕快把他抓回去 因為在香港只能用這個洗錢犯罪 這多麼可笑 女兒都死了 但是死不瞑目 他用這種罪來處分一個殺他的人 所以怎麼辦 只好讓他到臺灣來 可是我跟大家講幾件事情 這個陳同家 有沒有可能是真的 他無法面對十月二十三 也就是明天之後的 接下來的人生 他怎麼在香港 你說一個7-11 根本不敢請他 誰要讓他過生活 牧師可能用宗教的方式勸導他 這第一點 回過來剛剛這個葉益敬委員在講 我覺得如果是引渡或者是移交 這樣子矮化中華民國的 我絕對支持 我們不要接 可是剛剛趙先生也講了 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第一個 如果是在今年 我給大家看幾個證據 今年的二月的時候 因為陳同家跟潘小燕 事件鬧得很大 我們臺灣其實沒有在關注 我們都在講一國兩制 習近平談話 當時香港的立法局跟港府 就順勢說 好那我們就來修這個逃犯條例 好了 請大家知道 這個叫逃犯條例 不叫宋宗 是說我們叫反宋宗 我不要宋宗 所以反宋宗 其實他本文是要逃犯條例 至少逃犯條例以後 就可以做出 以後有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司法互助 就可以引渡了 那在一個消息傳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法務部的這個國際 及兩岸法律司的司長 蔡秋明在二月十三號的時候 他是樂見其成的 那當然這個事情 是我現在給大家看到 是中央社 不是說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部落客的報導 國家通訊社 而且這個報導 在現在我要講話的同時 都還放在中央社的網站上面 國家通訊社 一開始我們是這件集成的 可是後來好沒有錯 你說這個修法過程當中 大家有不同意見 所以我們不要支持這個條例 我們不要宋宗 我們要反宋宗 所以到五月的時候 確實港府也講了 因為臺灣方面有需求 所以我們要修這個法 你不要把責任推給中華民國 我們不需要這個條法案條例 沒有條例 你看這個是五月二號 就是馬英九剛剛哭 他有講這件事情 五月二號的時候 我們的陸委會負責委 邱淳政就講了 邱淳政強調 香港是獨立的司法轄區 對於個案處理有決定權 不用修法 現在就可以馬上送過來臺灣 我們就可以處理 所以在五月的時候變成講 我不要逃犯條例了 我也不支持送中條例 你不用再修 你也不要走上街頭 我們臺灣不需要 把人送過來就對了 結果到了現在十月了 送過來是引渡的 好 那我現在就跟葉金委員報告 我也不是立法委員 但我跟大家講 如果有引渡條例 就是送中條例 那就是引渡 國對國 平等 如果是移交或地檢 那你就是上對下 中央對地方 我們當然不接受 可是委員 現在根本不是引渡 也不是移交 是一個人居家出獄 自己要搭飛機來臺灣投案 你為什麼 我覺得我這只有一點 為什麼我們要直接去管制 這個人要入境呢 呢